长次轮搁浅苏伊士运河已经进入第五天 全球的航运交通大受影响 驻守在中东的美国海军 正在派遣专家团队抵达现场 周日 当地间出现较高的涨潮 苏伊士运河当局将同时使用9艘拖曳船 希望帮助长次轮脱离搁浅 长绒海运长次轮搁浅在苏伊士运河上 已经来到第五天 连远在美国的拜登也说 美国正在想办法帮忙 美国国防官员指出 驻守在中东的美国海军 正派遣一支舒尊专家团队 最快在27日抵达现场 埃及政府已经同意美方协助 土耳其也向埃及提议 派遣具有205段系懒脱离的海难救援船 哈顿祖母后前往现场协助 以修补两国中断八年的外交关系 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 在船首周围挖出2万立方公尺沙土之后 将使用9艘拖曳船 帮助货轮脱离搁浅 而将在周日出现较高的涨潮 也带来了一线曙光 如果这个方法依然失败 当局将考虑卸下长次轮上面的2万个货柜 以减轻重量 但是这个方式复杂而危险 不仅要考量船上重量的平衡 还得要花上几天 甚至几个星期才能卸下所有的货柜 新唐人亚特电视将紫阳编译